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场 今日说法 警方的一次偶然行动 在一所空置的新房内 发现城乡的巨款 现场经过打开一看呢 里面全部有着 全部是密闭 巨款的主人颇朔迷离 他的背后究竟隐藏着 什么样的秘密 今日说法问你播出 百万巨款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央党校的林哲教授 林老师重庆警方 在一次行动当中 就在一所空置的新房当中 发现了城乡的人民币 一共是900多万 那么这钱是从哪来的 为什么有人会把这些钱 放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来看一下今天的记者调查 2008年1月14日傍晚 重庆市公安局南岸之分局 接到一户居民反映 他家楼上一户人家漏水 把他家淹了 而他们又找不到楼上 这户人家的主人 于是民警就和小区物业人员一起 进入到这户人家 查看漏水的原因 这时洗手间里的一堆东西 引起了他们的怀疑 在一套没有入住的新房里 居然放了成纸箱的人民币 这立刻引起警方的注意 这么多的钱会是什么钱呢 警方开始寻找这处房子的主人 把房子告诉这个福山员的名字 然后我们都查到福山员来 是乌山前旅游公司 对他传一个员工 乌山县距离重庆市有几百公里 开车要七八个小时 警方终于找到了房主登记人 傅某某 他说我是一个乌山公司的工人 我不可能有那么多钱 房主说这些钱不是他的 这让警方感到很是吃惊 他们决定仔细查看一下钱款 一清点 纸箱里一共有九百三十九万元 那么这笔神秘的巨款 到底是什么人的呢 民警们再次碰头分析 觉得还是不能够轻易放过 傅某某这条线索 然后我们又返回去 叫他们回忆细节 这次通过细致的询问有了重大突破 原来虽然房屋登记人傅某某自己没有买房 但是他曾经将自己的身份证 借给他的姐姐傅上芳用过 获取这个重要线索后 警方马上调查傅上芳 发现他是乌山县一个病退了的工人 见到警察后 这个叫傅上芳的人 说出了让警察感到意外的话 傅上芳向警方说 警方发现的那些现金是他的 而且他的财产还不止警方发现的这些 这是重庆市中心长江边的一个高档小区 傅上芳在这里购买了一套50多万元的房子 这里是重庆市沙平坝区的繁华地段 傅上芳在此处也购买了一套房产 这里是重庆市郊区的高档住宅小区 傅上芳在这里购买了一套价值170多万的连排别墅 这里是重庆市的另外一处著名小区 傅上芳在这里购买了三套住宅 和一套价值290多万元的没面房 除了这些房产外 警方根据傅上芳的供述 还发现了另外一些现金和投资理财产品等 傅上芳的丈夫燕大斌是重庆市乌山县交通局局长 乌山县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 一年的财政总收入1亿左右 现在警方发现 燕大斌和妻子傅上芳的财产已经接近2000万 相当于这个贫困县的总收入的五分之一 重庆市纪委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介入调查 随后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以涉嫌受贿罪对燕大斌批准逮捕 这厚厚的卷宗记录的全部是燕大斌的受贿事实 一共有42本 检察机关调查得知 燕大斌从2001年到2008年担任乌山县交通局局长的七年里 一共受贿2226万元 当地人为他算了一笔账 在他任职的七年 也就是2000多天的时间里 燕大斌平均每天受贿所得近1万元 那么日进1万元的燕大斌是怎么收的这么多的钱呢 2008年8月 记者在万州看守所 见到了身穿球衣面无表情的燕大斌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这些钱的 我现在说的 因为他们这几个人是把 拼在这个朋友拼在打起个合材里就行了 燕大斌告诉记者 他之所以现在收了这么多的钱 是因为他觉得给他钱的这几个人 都是他的朋友 那么燕大斌所说的朋友 又是怎样的朋友呢 在燕大斌社会案中 其中有一位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周某 和他关系最为密切 向他行贿也最多 一共有590万 其中有一次就向他行贿150万 他这样叙述他和燕大斌的关系 他第一句话说的就是 我和燕大斌既不是兴起也不是朋友 我揭示他的目的 就是为了在乌川曾建交通系统的工程 记者也努力想找到 像周某这样向燕大斌行贿的这些朋友 但是由于这些人在燕大斌案发后 也因为涉嫌行贿罪被逮捕 而且案件还在审理过程中 记者最终没有能够采访到他们 不过检察机关给我们提供了这些人的笔录 在谈到与燕大斌的关系时 曾经和燕大斌关系最为密切的 这位建筑公司经理周某这样说 我的目的就是和他拉关系 在参加招投标的时候 他能够照顾我 为了这一目的 作为建筑公司项目经理的周某 想方设法结识了身为交通局局长的燕大斌 而且为了获得这位交通局局长的照顾 他首先帮助燕大斌的孩子 联系了重庆市最好的学校 让他从乌山县转到重庆市读书 而且还在重庆无偿提供了一套住房 给燕大斌的妻子和孩子住 他把他做了很多铺垫作用的时候 就是让我尽量稍考虑到不够实力 以及因素让我接受 有了这样的铺垫 燕大斌说他在心理上 似乎和周某就没有距离了 感情上也觉得近了 周某感觉到火候也到了 就提出了他的愿望 某建筑公司项目经理周某的叙述 2006年初 乌山县交通局打算对爆炸路等 进行路面硬化 我得知这个消息后 就联系燕大斌 告诉他我想承包这个工程 当时有多家公司 争夺这一项目的建设权 凭借周某的实力 不一定就能够中标 但是想到周某 曾经对自己家人的照顾 燕大斌答应了周某的请求 不过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周某的笔录 过了一段时间 燕大斌找到我说 这个工程你来做 既然你说利润为20% 我们一人一半 给我10% 工程总造价是4600多万 然后10%就是460万 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 最后周某以4600万 拿到了这个工程 工程给了周某后 燕大斌也没有忘记了 自己的利益 然后这个行贿人 在向侦察干警 做证的时候 他是这样讲的 每一次工程款 画到我的账户上来之后 有时候就会觉得 接到燕大斌 给我发来的短消息 有的时候就是问我 行贿人周某的叙述 2007年10月 拨付了工程款后 燕大斌就多次打电话 或发短信催我 在他的眼中 燕大斌就是一个 利用手中的权力 谋取私利的人 就这样 燕大斌利用手中的权力 和工程承包商之间 一次次进行着权钱交易 那么收了这么多的钱 在燕大斌任职期间 所修建的道路 质量又如何呢 记者专门走访了 其中的一条 你走这条路 经常走感觉怎么样 差 或者不平人 不平人 一个都压不得压得 都给我起包的 这些全部都给我起包的 它都是头工剑料嘛 这些全部 刚建成不到一年的路 就已经出现了 开裂古包等 当地人说 这都是因为燕大斌和承包商 权钱交易 将部分工程款 用在了个人身上 进而节约工程建设成本 导致的 这个路才关系过月 这是他搞一条路 他就是混血 把钱给了 他要探到用的 他都能拨拨去 搞到之后 来忽然了事 近些年来 各级政府为了防止 行贿受贿等腐败案件的发生 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 应该说即使是作为 县交通局局长的燕大斌 也没有绝对的权利说 让这个项目就交给某某 施工单位去做 那么燕大斌又是如何 能够做到这些的呢 一名也因为此次案件 一起被批捕的 吴山县交通局副局长 向记者说出了其中的缘由 如果说单位里的民主监督和制约 还比较虚弱 那么如今为了防止工程腐败行为的发生 我们国家已经采取了 工程公开招投标制度 在乌山县交通局 又怎么会产生 燕大斌这样的腐败案件的呢 招投标它有它的反击 有它的程序 也有它的具体要求 但是这些都是属于 一些人在操作和运作 就是有空间 那么你要打到某个方面的一些 就在这个空间和反击中 可能做些工作 这是作为交通局局长的燕大斌 对公开招投标的理解 由于手中有了一定的权利 燕大斌就抱着侥幸的心理 一次次违反招标法的规定 采用向行贿人套路标的等形式 致使他们中标 进而和他们结成一个利益群体 燕大斌他主动把工程信息 披露给这些建筑商 他事实上想要达到的目的 一个或者说新照顾宣的一个意思 他就是这样的 工程物拿出来 拿出来你给我好住费 就这样燕大斌利用职务的便利 在当局长七年的时间里 先后六十次收受贿赂 两千二百二十六万元 收到这些钱后 他交给了妻子傅上芳 傅上芳就用其中的九百多万元 购买了房产和投资理财产品等 而且傅上芳将他所购买的房产 分别都登记在他的朋友 或者亲戚的名下 但是他又不会告诉他们这件事情 所以警方一开始 找不着房子的主人到底是谁 从这些行为就应该能够推断出 那个傅上芳在处官上 具有掩饰隐瞒 这些钱的来历和性质 这样一个主管动机 检查机关认为 燕大斌的妻子傅上芳的行为 涉嫌构成洗钱罪 于是批准将其逮捕 2008年8月1日 燕大斌受贿罪和妻子傅上芳 洗钱罪并案处理 在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判 同时法院以洗钱罪 判决燕大斌的妻子傅上芳 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 法院宣判后 燕大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这种受贿行为 在很多领域里面 它有不同的方式 它可能都很可能表现出来 如果说的话 你放送进去过后 就很容易踏进去 踏进去过后就想飞 包括你的实力 包括你的想法 很多方面都可以飞玩 一个贫困县的交通局的局长 受贿居居然达到了2000多万 到底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监管 来防范 这种贪污案才会减少 你比如讲 从第一个标底的泄漏问题 我们就可以防范 就做到标底不被泄漏 那就需要很多的防范措施 比如对一些人员的 关键人员的一些监控和管理 就是阻截它可能泄漏标底的 这样一个机会 一个机会 不给它这样的机会 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说 在整个的这样像 社会的招标的过程中 包括中标的过程当中 应该有公正机关的加入 对吧 而且是犹豫于这个立场的 是之外的 保持中立的一些机构 或者人员来加入 是不是在整个的工程过程当中 也应该有专门的审计部门 就是还有审计部门 对 每一个环节都审计 对于账目 对于各个方面进行严格的审计 不是光光看账就完了 还有各个方面 比如说调查 就是开座谈会 还有应该有举报箱等等的 然后还有单位 单位的就是说对这些人的 包括港前培训 港前培训要求宣布纪律 然后发现问题以后严惩不断 这样的一些环节都必须具备 明白 如果因为泄露标的 然后他身败名列 或者是财产全部没没收 你说他还会这么干吗 不会 那现在当我们在谈交通的时候 这个问题是不是已经引起了 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管和审计系统 是不是在逐步的建立当中 那么这些年来当中 关于整个的公路的建设 国家实际上先后是出台了一些规定 包括我们在行政领域 到司法领域都很多 但是腐败依然出现 关键就在于监督没有日常化 没有让华 应该必须细到每一个环节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 都必须在每个点上建立一个监督制度 发动整个社会的 包括工商管理部门 包括建设部门 建设部 然后包括 交通部门 纪委 监委 没错 甚至包括一方腐败局 对于一些问题的研究 合力作用的结果 没错 一定是合力的 我一直把反腐败看成是两点一线 两点 用人制度 监督制度 一线 贯穿以死足的民主制度 我觉得这些都能够运作起来 就能够防范腐败 没错 应该说 这些年我们党所表现出来的 惩治腐败的决心是很大的 而且在打击腐败犯罪方面的法律法规 也在逐步健全当中 只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 总会出现个别人 抵御不住金钱的诱惑 抱着侥幸的心理 事实 但是这种对于法律法规突破性的尝试 带给自己将重定是变成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林老师蔡先生讨论 明年同一时间 接着说法 再见